你说现在在俄乌战场上 出现一个非常诡异的一个状况 现在是什么状况呢 现在在乌克兰这边 进入了一个静默状态 就好像以前我们在演习之前 要干嘛 要保持无线电静默 什么声音都没有 什么讯息都没有 你不可以透露我任何的一个行踪 但是俄罗斯却非常的焦虑 然后到处狂轰滥炸 你就可以看出来说 现在俄罗斯非常的急躁 但是现在乌克兰豪枕以下 而且最恐怖的是 他竟然一口气 跟韩国掉了50万颗的155榴弹炮 目前这个乌克兰战场上面来说 出现一个诡异的气氛 什么诡异的气氛呢 乌克兰这一边 他们现在进入一个叫做静默的时刻 静默时刻 那这几天的时间 所有的乌克兰的军官 或是所有的民众都会接到说 你看在乌克兰战场上面 你不要说话 另外一个还有安全的守则 你不要说你在哪里 你是谁 还有你准备要到哪里去 这也是目前在乌克兰战场上面 乌克兰人得到了相关重要的这个 你目前该做什么事情 你说这个是在乌克兰战场上面 出现了两个海报 这是我目前看到两个海报 一直告诉军团人说 你安静 你不要讲话 闭嘴 第二个是你在哪里 你是谁 你现在要往什么样的行动 这些东西都不可以说 对相对前一阵子的时候 乌克兰军团可以说是大拉拉说 我们在哪里怎么反攻 但是最近相当的沉默 相当的沉默之后 他们现在往哪里激进呢 可能有些人就说 往这个地涅薄河去 东岸去推进 往杂波罗去推进 往这个黑海去推进 你到底到哪里去 乌克兰的军队 因为你没有说话之后 俄罗斯非常紧张 你跑去哪里 所以俄罗斯开始狂风乱炸 你知道他现在感到草木揭闭 对他炸乌冬 炸乌南 这样炸炸炸 他只能够用这样来炸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不知道你的部队 要做什么样 接下来的动作 因为大家都知道说 乌克兰即将展开一个大反攻 那你知道为什么 乌克兰现在等什么呢 保洁很简单 因为大军要往前推进的时候 你后援补给 一定要完全的到位 我们不是说吗 前一阵子的美国 英国等等就说 我们训练 坦克给了 坦克也给了 训练者也抵回到乌克兰了 但是炮弹不够 炮弹 我们知道事实上 美国有泄密资料里面 就是说乌克兰战场上面 消耗了大量的这个炮弹 问题是你炮弹不够 那怎么办 你看 这是路透社说的 韩国媒体证实说 没有错 美国跟韩国达成个协议 美国会跟韩国借 50万枚的155毫米的榴弹炮 你要50万枚要做什么 所以很多人就说 他这个可能要运到 乌东的战场上面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一批的后援 真的到了之后 或许就是乌克兰要进行一个 大反攻的最后的时刻 50万枚按照乌克兰 现在每天发射的火炮的进度 你可以让你打100天 所以你就知道说 事实上这显然是一个大决战 你要传后 所有的枪炮弹药的这个概念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就讲现在的时候 到底这个乌克兰的军队 他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呢 打的俄罗斯真的有点慌张 现在一个非常神秘 就像这块片 非常神秘的攻击黑海舰队的军事作为 没错 这是在24号的时候 你看在黑海的话 有一个俄罗斯非常重要 叫凡塞保 这个塞瓦斯托波 托波尔 塞瓦斯托波尔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黑海舰队 所在的驻扎地 就没想到驻扎地的时候 你看 这在当日的晚上的时候 我突然之间突然大爆炸 你看整个城市里面 这个很安静的状态 出现爆炸 没有看到飞弹往那边打 那到底是什么回事呢